大家好,我是橘子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 大家应该知道 豪车的保养能花不少钱吧 至于能花多少钱 可以这样说 换期的钱都供你买一辆新车的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保值1500万的保时捷964 换车期是多么贵的 这款车本来是银色的车期 不过土豪有钱 偏偏把它改成黑色的 工作人员把旧车期去除之后 先喷底漆 然后再进行细致的打磨 直到把底漆磨成百次的 并且在接缝处加上滑氧密封起 底漆中瑕疵都会在最后呈现 所以一定要保证 底漆中不能含有任何颗粒和灰尘 接着清洗汽车 把底漆粉末清洗干净 再根据你选好的颜色进行上色 挑选好颜色之后 首先把驾驶舱内部 保证不会受到喷漆 所以驾驶舱用塑料膜封起来 并且保证地面湿润 防止静电混入其中 第一层车漆喷好之后 用风扇把它们吹干 高温烘烤 使车身表面达到90度 等温度冷却之后 再喷第二层车漆 并且拿之前喷涂好的脚样进行对比 保证上色均匀 不会有任何色差 最后 经过仔细地打磨和喷涂面漆 打蜡抛光之后 就变成这样的经典黑色 这喷漆工程真的很复杂 不过这换过颜色之后 真的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大家感觉 白比你 你能养得起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